简单省心少花钱 请来东归先生的古法养鱼频道 对于古法生态养鱼 春秋两季温度不高不低 水草容易生根生长 鱼虾容易成活 是最适合开缸的季节 夏季温度太高 新灾水草容易腐烂 鱼虾容易因高温缺氧死亡 不适合开古法生态缸 而冬季也是不适合开缸的季节 主要限制因素是低温 低温下水草植物生根困难 生长缓慢 同时各类有益细菌微生物也繁殖缓慢 甚至直接休眠 因此冬季开缸 很难快速建立起来鱼缸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个典型表现就是 冬季开缸 鱼缸白灼期要比平时更漫长 春秋开缸 基本一两周就空气缸了 冬季差不多要一个多月级以上 对耐心是个极大考验 而且温度太低的话 缸里的小鱼虾也更容易生病或死亡 因此对于古法生态缸冬季开缸 冬归先生的建议是 能不开就别开 非必要不开缸 等天气暖和一点再开更好 当然 这也并不是说冬季就真不能开缸 实在想开也是可以开的 具体要看各自温度条件 以及开缸养什么鱼下水草 一 水温能保证在15度以上 例如两广海南等温暖的南方 以及北方室内有供暖地区 可以随时开缸 这一温度条件下 绝大多数水草都能养 最多就是生长速度稍慢一些 就算是养热带鱼 15度以上的水温问题也不大 当然 养热带鱼水温20多度更好 二 水温介于10到15度 偶尔几度 室外气温偶尔零下几度 也就是长江流域这一带 不加温的话 只适合开原生鱼缸 且在水草选择上也有局限 有些水草可能会冻死 东归先生使用过的这些水草没问题 蜈蚣草 金鱼枣 菊草 苦草 胡桂枣 小水兰 椒草 牛毛草 芝麻瓶 紫背瓶 满江红 紫红丁香 玫瑰丁香 红丁香 大红莓 小红莓 绿宫廷 红宫廷 这些水草 虽然多数在冬季生长缓慢 但在水温短期几度 长期10度左右的冬季 都是冻不死的 容易过冬 常见的地产土著原生鱼 在这一温度下问题也不大 但两广来的原生鱼 长期低温容易生病死亡 三 水温长期在10度以下 东归先生建议停止开缸 这个温度太低了 就算是原生土著水草 不容易生病或死亡 还是不开为好 总之 冬季低温期 还是尽量别开缸好 如果实在要开 请根据温度条件来 几度水温下 温度太低 水草植物和鱼下都容易死亡 东归先生不建议开缸 古法养原生鱼的最低开缸水温是10度 古法热带鱼开缸最低水温是15度 最后还有一点 在缸里有鱼虾的情况下 在冬季也不要大规模改造鱼缸 例如大量翻动底纱 擦缸壁 致使水质浑浊 或者直接翻缸 这样做很容易造成雨水煤 水温十几度 二十度出头的温度 是非常适合水煤繁殖的温度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